中国经济持续下滑,内部财政压力升温 中国经济学家周天勇日前揭露 中国地方政府为了填补财政缺口 竟然以治留民企业家的方式要求交钱放人 文章引发中国网友热议,目前却已经下架 而中国地方政府因债务压力练财手段花样白出 中国网友批评政府的做法跟绑架勒索有何区别 认为这根本就是荒诞的地方财政器官 学者宋国城进一步分析中国财政困境 债台高筑财政估结 截至2022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务达到了114兆 国有的非金融企业的债务是220兆 金融系统的债务是56兆 这些债务合起来总计达到了390兆 这个数字是中国GDP的三倍之多 换句话说,中国的GDP增长已经无法追赶政府财政的缺口 另一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讨论中国经济问题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坦言中国局势困难 含话房市要止跌回稳 分析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这回提到 经济出现新情况和新问题 也说明了时间紧迫且任务艰难 中国的经济到底有多糟糕呢?八个字 身不见底,要是网笑 但是即使中国人民苦哈哈,中共还是在天女善化 习近平引以为傲的政绩脱贫,实际上是反兵之后再入贫 当前中国人民有十难,这十难几乎涵盖了个人一生所有的困难 也就是从摇篮到坟墓,无事不难 2014年期间,正是习近平提出中国梦的亢奋的年代 我们不知道这场民族大梦的具体图像和梦幻愿景是什么 但是可以确认,这是新时期习近平思想的总纲领 如今,这场梦境的图像已经明朗化 那就是一场由中国梦走向中国穷的历史大变局 记者张卫珍,这里报道 请不吝点赞 und订阅 请不吝点赞 und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